刚刚我的永春泉师傅说他很多年前 在尔兰买了一套房子 别墅五万块钱 但那时候流氛味特别重 他怕朋友亲戚来了面子不好看 所以把那个房子卖了 然后搬到盛盖博来了 如果他那时候没卖这个房子 可能现在最起码值五百万 因为那个地很大 所以很多时候做决策的时候要有全瞻性 就是要有全瞻性 你不能觉得说 这个房子现在周围环境不好啊 都没开发 可能没什么发展 你要想到以后他有什么发展 所以你要看他未来 那比如说再举个例子 这个人 这个学生他如果想选看什么专业 读这个硕士 一个是电脑软件专业 一个是财经专业 但是你现在学财经就不行了 不行了 因为现在都是数字货币区块链 这才是未来 但是这个东西你在学校里面学不到 他连这个专业都没有 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红利 那你就现在就不应该去学这个财经了 而是应该学区块链 一定要 小红书 好 好 感谢观看